大家現在這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情況 那不過是人道的救援 我們當然是不會反對 那不過進來還是要根據現在的檢疫的規定來進行 因為今天那個陸委會有針對香港 他們有提出人道救援方案 想請教一下指揮官就是這個 如果說到時候這個人道救援展開之後 我們這邊的邊境是不是會特別 為這一群有需要的人而開 那針對他們來臺灣的檢疫措施 會有一些初步的規劃嗎 大家現在這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情況 那不過是人道的救援 我們當然是不會反對 那不過進來還是要根據現在的檢疫的規定來進行 其他的對於檢疫的一些 的一個新的方式 那都會統一來辦理